祝福大家,满有神的恩典 我们的信息是祝福满日 就是这些祝福满到写光 留给不同的人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祝福 由天上,神将这些福气樱留下来 耶稣为我们钉死,就带来 所有的祝福都是由耶稣钉死而来的 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死,救赎我们 根本我们没有任何的祝福 还有教会,有神的话语,有太阳与水 都是神创造的 还有神高抹我们,祝福我们 有圣灵的同在,各样的恩赐能力 我们身体的健康,各样的食物 还有我们有机会侍奉神 将来有一天,得到神很大的赏赐 和今生的祝福 我们今次会讲到今生的祝福 和来生的祝福 愿主在新的一年祝福你 全人蒙福,灵性掌进 时时是给神祝福和提升的 世上的而且有很多烦恼 诗篇九十篇第十节 但其中所惊夸,我们一生所夸耀的是什么呢? 是劳苦仇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而非而去 人生真的有很多困难和痛苦 每个人都有的,我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 有家庭的问题 工作的压力 被人批判 人家说闲话,经济的压力 和疾病 都是我们时时会面对的 可能现在在看这个讯息的人 有些可能是在家庭又不开心 内心的情绪不开心 人际关系又不开心 经济有压力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 有些人觉得 人生真的都是困难和痛苦 但是耶稣是赐给我们 可以在困难中得力 和神可以额外 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 人生永远都是痛苦的 人生可以有很多恩典和盼望 但是没有耶稣的人 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希望赚到钱 希望发达 希望成功 家庭各个人都健康 希望是这样 但是终于有一天 都会有各样的困难 他们就觉得很失望 但是耶稣里面有什么不同呢? 耶稣圣经是应许我们的 就是当我们先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 这一切会加给我们 和神为爱祂的人预备 是我们人生未曾想到 是非常好的恩典 只要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几困难都好 都有平安喜乐 并且是神有额外的 祝福我们的 首先我又说一说 圣经是有肯定的证据 让我们知道 圣经说的应许是确实的 因为有些人说 你信就有 你不信就没有 如果是这样 信耶稣就是多余的 如果是说 你信就有 不信耶稣就没有耶稣的 其实这样是会有 也就是说耶稣不真实 但耶稣其实是很真实的 是有很多证据 证明祂是活着的真神 这里我列出有三类的证据 第一类证据就是圣经的预言 圣经早已说明了 将来会发生的事 很确实的应验 第二是圣经的科学性 第三是圣经经历性的证据 人真的可以经历神的 我现在只是说出圣经里面 一部分的证据 简单地说 在耶稣未来之前 一千年 那时候没有钉十字架 没有钉十字架 存在的 圣经已经预言到耶稣 会钉十字架 他的手脚会被人刺穿 和他的衣服被人分 并且说明他的内衣 外衣被人分了 内衣是抽签来分的 这些详细的细节 圣经都说明 真是应验 真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大卫预言的时候 没有钉十字架 这种刑罚存在的 过了几百年 六百年之后 才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而耶稣被人钉十字架 他的衣服被兵分了 这些都是应验圣经的预言 有些人就会说 会不会是 特意有个人去应验这些语言 因为他不仅是这个语言 耶稣是要行神之其事 叫人从死里复活 并且我们今天 都可以奉耶稣的名 是祈祷病得医治 赶邪灵 证明耶稣是真神 不是当时有个人 我是基督 应验这个语言 钉十字架便应验 他不仅是钉十字架 他是需要有这个权并 这个能力 今天也有的 而且圣经也预言 他会进入圣殿 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 已经重建了很久 变成残旧 神感动了一个王 就是希律王 一个很残忍的王 居然将圣殿重建得很漂亮 预备耶稣回来 因为圣经说明 神说明耶路华会进入圣殿 就应验了在耶稣未来之前 在主前十九年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重建圣殿 是非常之特别的 然后主被钉之后 耶路撒冷被毁灭 以斯林很体重他们的圣殿 没有理由写预言将会毁灭 但圣经 但耶利书很清楚说到 基督要来被人杀死 被人钉十字架 为了我们的罪被杀死 然后耶路撒冷被毁灭 以及打仗到底 没有理由 人会想自己的国家会有这些发生 但真的应验 就让我们看得到 是圣经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 然后科学性的证据 就是地球圆拐虚空 所有古代宗教的经 都说到地是平的 但唯有圣经说到 这个地是圆拐虚空 并且是一个球体 在约伯记二十六章七节 以及以赛书四十章二十二节 以及电能的传递信息 他那里就说用闪电 因为那时候没有家的电 神就跟约伯说 你能不能发出闪电 就去告诉别人听 你们在这里 这件事情 约伯是做不到的 但我们今天做到 我们很多时候用手机告诉别人 我现在来到你家的楼下 我来到你的街口 你来来接我 这个信息在圣经一早已经说定了 你能不能发出闪电 告诉别人 我们在这里 然后另一个科学的证据 就是圣经吩咐 以色列人的男婴 第八天就要行葛礼 而很奇妙的是 医生发现 第八天 是凌血最强的一天 是神很特别的预备 但是圣经的时代 他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是因为神启示的 然后下面就是圣经的经历性的证据 神是可以经历的 信主耶稣和亲近神 可以经历平安喜乐 医治的 是可以经历的 很多人都有经历的 如果你看过中信月刊 他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医治的见证 在网上都有很多医治的见证 我自己为人祈祷都有很多医治的 有些很神奇的医治 有一个有乳癌的 他说痛了整个多月 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还在痛 我跟他祈祷 他就充满喜乐 接着发觉就没有痛 回到家的时候 医生感染了他 是没有了癌症的 这个也是神可以医治的 还有奉耶稣明可以赶邪灵 我曾经很多次跟人赶邪灵 真的赶邪灵赶出来 有一次很久之前 我在以前的教堂 就有一个人走进来 他说这里什么这么干净 我说什么这么干净 他说常常都是干净 他说是没有那些东西 我说是不是没有鬼 他说是呀没有鬼 我说你常常见鬼 他说是呀 整个人都跟着我 整个人都跟着你 而且在街上我常常见到 我就说 好了我们走到门口 看看他是怎么样 他一走的时候 他说不用走得那么快 但是他马上走了 然后走出去 然后我就说 街上有没有 他说很远有一只 我一走过去 然后他就说 又走了 我其实跟人祈祷 赶邪灵是很多次的 有时候都不知道 他身上有邪灵 但是奉耶稣 跟他祈祷 他跟着有反应 我们跟着 跟他赶邪灵 整个人就改变了 这都证明 这个世界是真的有灵界的存在 有邪灵 他死后 人们就以为他死了 就没有知觉 他说不是 他后来救回来 因为在很多医院 都有急救 救回来 他们就说 我先死的时候 灵魂飞了出来 飞了出来 看到你们 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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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出来 这不是一两个个案 是有千万个个案 是有些人大规模去研究 发现 人死了 不是完 这个证明人有灵魂 然后死了之后 有些人就去天堂 并且他们去天堂 有些人回来 他的家人 他家人就 说一些事情 在天堂看到的事情 证明他真是 看到一些 是他平时见不到的事情 譬如 我认识的一个人 他曾经 他又不是死了上天堂 他是祈祷上天堂 他见过两个基督徒 死了上天堂 有个基督徒 说给他听的事情 他回来 说给他家人 他家人也说 你一定会见到他 因为他说的 是一些他个人的私隐 而你知道 证明你真是去天堂 见到他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 一个基督教电影 也有说过 有个小朋友 去到天堂 见到他一个姐姐 是他妈妈怀胎的时候 流产的 他回来 告诉妈妈 妈妈 我有个姐姐 妈妈说 对 你有个姐姐 他说不是这个 还有另一个 他妈妈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上天堂的时候 我就见到 因为他曾经有 动革手术 就死了 上天堂 接着他见到他姐姐 并且见到他的太爷 他父亲的爷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 但在天堂那里见到 他的太爷就说 我是你的太爷 他还说一些他爸爸的事 给他听 他回来 就跟他爸爸说 太爷说这些东西 他认得他的样子 他拿一些照片出来 他找太爷的照片 年轻的时候 他就说 立即认出 这个就是太爷了 这些都是证明 人真的会去天堂 有天堂 你上不上去呢 也有地狱 有些人死了 就去地狱 但是神 有些人 在这个时候 呼靠耶稣 他就出回地狱 也有些基督徒 神给他 经历一下地狱 等他回来 快点传呼音 他回来 就说给人听 有地狱 这些都是给我们知道 人死了不是圆了 是会灵魂出竅的 其实这件事 是很多宗教都有经历的 有些人打坐都会灵魂出竅 证明人不仅是肉体的 我们死后也会有灵魂出竅 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 都有这个经历 灵魂出竅的 而信耶稣的人就去天堂 有很多人也去过地狱 那这些 告诉他们有什么重要性呢 就是说有个真神 有真的天堂 这个神是想祝福我们的 祂是想祝福我们 祂能够祝福我们 就算我们多困难都好 在这个疫情 其实这个疫情 真的是很长的时间 好像全世界都受影响 很大的困难 但是神是有祂的方法 去祝福祂的儿女 是能够在各样困难中 得到神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渴慕神的祝福 因为人人都想祝福 不过没有把握 即他没有把握 是真的会得到祝福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真神 我们知道真的有把握 神是真的会祝福的 而神的祝福也都包括神 可以供应我们 以及各样的需要神 会给我们的 这里和我转一转 不要反应 OK 在《历代至上》 29章11节 这里告诉我们 神掌管一切 有的神 这个神到底 有没有能力掌管一切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 尊大能力、荣耀、强性 强性就是盛离、威严 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都是你的 国度、所有国家都是你的 天国也是神的 所有国家也是神的 你为至高的 为万有之手 丰富、尊荣 都是从你而来 你都自理万事 所有各样的东西都是神自理的 在你手里面有大能大力 有极大的能力 使人尊大强性都出于你 即是你能够叫人成为尊大强性的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 给神祝福 强性、尊贵的人 你跟从神、听神的话 神可以祝福你的 好 那我们就看看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二十三篇 就是讲到神的祝福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各样的祝福 希望大家在诗篇二十三篇 去享受神的祝福 耶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那安洁的水边 这里给我们看到神是照顾我们的 即是有一个真神 这个神是会陪着我们的 会带领我们 好像牧羊人带领羊 会照顾羊一样 牧羊人照顾羊 不会说羊走了也不要緊 羊被狼吃了也不要緊 他不会这样的 他会照顾他的 神是会照顾我们的 我们听耶稣说 信靠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跟从耶稣 耶稣是会祝福我们的 他会照顾我们整个生命的 我非不自缺乏 神的儿女 不会什么都没有 食物也没有 供应也没有 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神就会供应我们的 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即是说 好像羊在青草地上 很平安很舒服 也有草食 领过在很安洁的水边 是可以安洁 可以休息的水边 在那里可以有 神叫我们安息有水喝 就是说到神会供应 和叫我们平安 舒服轻松 这个世界很多人 都很不开心 很激气 很怒躁 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骂人 很容易烦恼 很容易埋怨 但是当我们有耶稣 听耶稣说 我们的人就会平安 轻松 神真的会祝福 我自己经历神很多 经历神的圣年充满 那我现在祈祷 一祈祷 多谢耶稣 那祈祷 里面就涌出喜乐 是可以经历到这个程度的 如果你想说 你可以找我们的 我们很乐意帮你 在网上找叶牧师 你会看到我很多影片 也有我的电话 我是很乐意帮助你 如何越来越经历到神的同在 得到神的帮助 得到神的平安 清省 任何环境得到神的祝福 这样的时候 你做人就不用怕了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那这里说到 神是 祂首先最重要 就是更生我们的灵命 叫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真的全部都是带来福气 并不是带来捆锁 有些人就以为 祂说 哇 虽然耶稣很多捆锁 又不准做这件事 又不准做这件事 他用这个不准 他就会觉得很惨 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看 这些事情其实是不好的 那些不好的 不做的时候 其实是个人更加轻松的 譬如有些人 他喜欢看色情片 他觉得看色情片 他就很开心 但其实呢 色情片 令到这个人觉得污蔑 就是有一个在色情中被捆锁的人 他经常觉得自己很污蔑 我认识了一个基督徒 他告诉我 他以前又找妓女 他说他形容自己 他觉得自己那时候 好像一只野兽的感觉 他不觉得开心 他觉得是一种很苦虜的内疚 其实一个人在罪中 你会发觉很多苦虜的 那些人贪心或者赌钱 他以为可以得多些钱 其实他是在钱的苦虜之中的 或者人制问题 他容易发脾气 他好像觉得 我大声的人就会听我说 但其实他的心是不平安 他跟人关系不好的 但是当我们的灵魂苏醒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生命 因为我们在神里面 未信耶稣的时候 是死了的 属灵生命是死了 但是信耶稣呢 耶稣将我们改变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他又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二路 又走一条二路 这条二路 是令到我们 一生都是活在平安 兴散 和祝福的里面 我想回我几十年的时间 真是一生都是享受 很多神的福气恩典的 神的恩典一定跟随着我们的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丘谷 又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像 你的干都安慰我 因为人人都有困难 有时候真的 好像死任的丘谷 有时候有疾病 有被人伤害 被人误告 有不同的困难 人人都会有的 就算基督徒都有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 在死任的丘谷困难之中 神与我们同在 我一不怕遭害 神会保守我们的生命 他们就算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不需要怕这些人 神与我们同在 神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所以遇到困难的基督徒 是可以说 有神跟我一起 我不需要惧怕 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虑 而且你的像 你的干都安慰我 就好像牧羊人用那个像 用干带领羊 有时要管教羊 那些羊不听话 要打他 神也有时会管教我们 但是这会安慰我们 让我们知道 神正在照顾我们 然后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直 你用油膏 你的头饰 我的福杯满日 有时有些人会针对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总是祝福人 我们不去介意人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以善性恶 但有时我们以善性恶 人们都依然对我们不好 这会说到 在我敌人面前 他们攻击我们 但是神为我们摆设言直 就是让敌人看到我们 是有封性生命的 我们是蒙福的 于是他们就会说 你信耶稣 你善待人 反而你得到祝福 那时候我曾经有遇过一些人 他们刚刚我在外国回来 我人很单纯 很善良 那些人就说 你回来香港这样 你会被人欺骗 被人欺骗 但是我说 其实我知道人是怎么样 我知道人有很多问题 我不会随便信人 我知道人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他不好 但是我依然善待他 依然对他好 我觉得我没有损失 因为神会给我的 即是说 虽然有人对我不好 但是神会保守 虽然我不是不知人的问题 我知人的问题 但是我知道我依然对他好的 神用由高了我的头 即是说 神的高末 神的圣灵高末我们 让我们有恩高 有喜乐 有平安 有智慧 有聪明 有各样的能力 叫我们福杯满日 我的福气满到捨了 能够留给别人的 但是很多人 下面的打交叉 就是很多人被敌人影响 或者打倒 那些人 伤害他就很激烈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可以说 不要紧要 他伤害不了我的 有耶和帮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有神帮我 我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人能够拿走神的福气 然后第六节 我一生一世 哪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 我只要住在耶和尔的殿中 直到永远 就是 有神 我们听从神 跟从神 一生一世 都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们 一生一世 都有各样的福气 跟随着我们 我就要住在神的殿中 在神的同在 直到永远 永远永远跟神一齐 今生跟神一齐 将来都永远跟神一齐 这个是 永远跟神的关系 是非常蒙福的 我们 有时 人喜欢某个朋友 有个好朋友 对你是好的 不过好朋友 都不能什么都帮到你的 他不能够 他不能够 整天陪着我们 但是 神是会 时时陪着我们 时会帮我们 以前 我有个教友 有一次 他被车撞到 真的很轻 刚刚碰到他 车的碰是没事的 轻轻碰一碰他 然后他跌到地上 那一刻 就痛了 因为他的手撞到地上 撞到地上 他会痛 但是那一刻 他回来 他告诉我 他说 当时 他即时感受到 神的同在 他那时候 也没有祈祷 他已经感受到 神的同在 和他一起 觉得很平安 很轻省 神的同在 是非常好的 真实的 我自己 祈祷祷 也会经历到 神的平安 神的爱 我希望大家都 学习多些 用心灵 整个心灵 去欢喜神 感谢神 你越多 亲近神 你就越容易 随时一亲近神 立刻有平安 喜乐 我们一生一世 都有神同在 你一定是蒙福的 好 那我们也用另外一篇 诗篇 抽几节出来 诗篇103篇 那里也讲到 各人的福气 他射灭 我们一切的罪业 这是很大的恩典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会做错事 做错事 自己会内疚 有些人 想回以前 我得罪哪个人 我陷害过哪个人 我对哪个人不住 都会心里面有内疚 但另一样东西 罪的后果 就是要面对神 因为神 如果我们没有悔过 是会追讨我们的罪 但是耶稣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属我们的罪 射灭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再有罪的指控了 那我们就可以平安轻松 有很多人 他都时时有指控 人们会指控 他说你没用 你蠢 你懒 你不行 自己都指控自己 哎呀我真是衰 被人看到我这么蠢 被人欺负 会有这些负面的想法 里面控诉 有时想回很多年之前 做过错事 哎呀真是衰 那时候做错事 但是圣经说到 谁能控告神所简算的人 谁能定我们的罪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并且在神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 所以我们不需要继续控诉 因为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祂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人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就是神用很荣耀的冠冕给我们 就是有爱和慈悲做我们的冠冕 祂没有按我们的罪过代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 如果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受很多的懲罰 但是神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 所以耶稣的恩典很大 有些人说 基督徒 经常都说耶稣赦免 那你就要犯罪 其实不是的 圣经也说到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 因为犯罪有罪的后果 所以基督徒 得到赦免之后 我们就有能力对付罪 我们就知道罪有破坏性 我们就憎恨罪 一想生气人 立刻说 这个会伤害我们和神和人的关系 亦都伤害我们的内心 我就选择祈祷亲近神 神帮我 遥恕祂祂 祝福祂 不要给祂影响 或者一有淫念 立刻不要想那些淫念 不要 比如看着美女在想的时候 不要看着她 心里面只是祝福 用正面的思想 取代淫念的思想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胜 胜过任何的罪恶 任何的负面的想法 这个就是 神祝福我们 基督徒不只是说 耶稣赦免我 我做什么都可以 其实不是的 我们知道犯罪是一定有罪的后果 比如大卫 他犯奸淫和杀人 结果神就跟他说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一路在你的家中有各样的刀剑 各样的灾难 各样的灾难 即是犯罪一定有罪的后果 诗篇1803篇第五节 他用美物 其实原文的字就是好 不一定是物件的 是好的东西 总之是好的东西 神用各样好的东西 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至你如应反怒还同 这里说到神用很多好东西 包括很多好的食物 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身体的能力 还有我们的脑 这个思想的能力 我们的智慧 都是神给我们的好东西 还有这个环境很美丽 神给我们各样恩赐 神给我们很多好东西 我希望大家经常都说 神真的有很多好东西给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得以知足 和如应反怒还同 做人做得开开心心 有些基督徒他们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亲近神 没有遵从神 所以他们没有得到这种丰盛生命 当我们爱神 遵从神 我们的生命就会很丰盛 真的 什么环境我们都不怕 时时都看到神的福气 譬如我们吃任何东西 我都说 享受神做的食物 多谢天父做这么好吃的事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总是一个喜乐平安的状态 诗篇103篇11节至13节 这里形容到 用三样东西来比较神的恩典 天尼地何等的高 祂的慈爱向敬畏祂的人 也何等的大 哇 天高到不得了 用火箭飞 飞也都飞不到尽头 飞也都飞不出这个太阳系 不用说这个宇宙的尽头 那么高那么高 神的慈爱向敬畏祂的人 亦都何等的大 就是神的爱是 向敬畏祂的人很大的 这里讲到我们听什么呢 神爱世人 神想拯救所有人 但是神的爱临到什么人身上 就是那些敬畏 尊敬祂的人 尊敬和爱祂的人 就会得到神的爱 神爱所有人很想祝福 但是他没有耶稣的赦罪 他得不到耶稣的祝福 因为他的罪叫他和神隔开 但是当我们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 他跟从耶稣 信耶稣不只是说信耶稣 是我们真的倚靠耶稣 亲近耶稣 有圣经有说到六样 我们必然的果子 我们不是靠这些果子得救 我们信耶稣得救 悔改信耶稣得救 那我们六样的果子是什么 是继续悔改离罪 第一就是 我们知道罪的可怕 我们悔改离罪 第二就是继续信靠神 信靠耶稣 接着两样和关系有关的 我和神有亲密关系 尝在祂里面 如果不尝在祂里面 就好像枝纸叼在外面 枯干人 拾起来 尝在火里烧了 所以我们保持同神的关系 然后呢 爱神 若有人不爱主 即人可助可奏 我们爱神 如果不爱神 是可奏的 然后跟着两样行为有关 遵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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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从我天父子才能进去天国 然后呢 第六样就是 侍奉神 侍奉神 可以包括荣耀神 去传人福音 去帮助人 神是必然赏赐 耶稣又说到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就会得到赏赐 得到永生 但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要进入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就是说 人说信耶稣 但没有生命改变 他的信心就是死的 当信心是死的时候 他是得不到神的祝福的 并且他甚至会离开神的 如果他是灵的生命改变 他就会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所以我们有耶稣 我们就遵从神 当我们遵从神 爱神的时候 他的慈爱向我们就很大很大 大到天那么高 耶稣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神的爱是没有尽头的 我们拿多少就有多少 我们信靠多少就拿多少 有些人和耶稣关系 都是有烦恼的 但我们和耶稣关系可以怎样呢 每天都享受神 多谢天父 哈利利亚 马上又起落了 神做的食物这么好 享受神 又有平安又起落又享受了 人世关系好又可以享受了 祝福人又会享受 祝福人 因为看到人生命改变了 好了 东来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过分来 我们有多远 我们能不能够 扔一个球 由东方扔到西方 你能不能够扔一个球 由香港扔到非洲 不是 非洲都是西面那里 扔到非洲 欧洲 扔到美洲 你能不能扔到那么远 扔不到的 那么远 神就将我们的过范 离开我们 那么远 来到很远很远 就是当我们悔改 信靠耶稣 神就将我们的过范 全部丢 神就不会再 承罚 我们不会再控诉 我们 然后父亲怎么连率 他的儿女 也说 如何连率 敬畏他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需要连率 所以很多人 他们就用他的方法 求神拜佛 有很多问题 我有病 我有烦恼 你快点帮我 但是那些是没有把握的 那时候我问他 我问他 你拜那些偶像 你能不能得到 你能否肯定他会帮你 他说 我也不知道 总之是这样做 但是基督徒 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真实的祝福 并且为人祈祷 甚至有不同的情况 他们没有工作 即时找到工作 有一个人是卖屋的 他说很久都卖不到屋 接着他听我的话 他亲近神 我为他祈祷 接着他连续一个月 居然是卖了几间屋 这就是看到神 是祝福听他话的人 所以 我们想得到神的祝福 这里讲到就是 我们敬畏他 尊敬他 爱他 天理地高的爱 就来到我们身上 他们都叫我们的罪 丢到东离西那么远 就好像爸爸照顾 当然是做到一个好的爸爸 如何连率他的子女 天父也连率敬畏他的人 那我们如何得到福气 耶稣在世上 他传道的时候 有个女人说 哇 怀你胎和预养你的人有福 即是玛利亚 那耶稣说 是 玛利亚有福 不过却还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因为玛利亚有福 但是他作为耶稣的母亲这种福 不及那些听耶稣话 而遵从的人有福 即是有很多人以为 哇 玛利亚有很大福 其实呢 玛利亚有遵从神 所以他得到大福 但是作为耶稣的母亲 他这个福气不及于 遵从神的话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 我们就会遵从 我们爱神 爱人 关心人 全阳福音 帮助人 神一定喜悦 建立人的灵命 神一定喜悦 祝福你的教会 神一定喜悦 听神的话 而遵从的人是有福的 施比受更为有福 很多人以为 拿多些才有福 其实我们给人 我们祝福人 我们帮人 是更加有福的 我们愿意做作人相信 这里有几个图 第一个是帮助人 第二个是传福音 第三个是人的灵命 在人困难的时候 去帮助他 也都将耶稣告诉他 尽量找机会去帮助人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还有我们想要福气 就是因为经常说 记得前书三章十字 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 鬼诈的话 就是当我们想享美福 我们就不要说一些恶言 不要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亦都不说一些鬼诈 说大话的说话 这样的时候 人们可以享美福 因为很多人 他们跟人的关系不好 容易吵架 他吵架的时候 他有很多烦恼 很多不开心 但如果我们时时说祝福的说话 永远都不说一些咒作的说话 永远不说伤害人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跟人的关系好 时时都是祝福他的时候 神就能够祝福我们 神就喜悦我们 我们就能够享美福 神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神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就是满足的喜乐 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的 看一场戏 你不会很开心 不会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灵的 去旅行 不会代表这个人的生命 就很满足的 有些人去旅行 其实一直在埋怨 吃点东西不好 领队不好 现在其实都很难有旅行去 很多人就说 很不开心 很悶 但你有耶稣 亲近耶稣 你可以有耶稣里面的喜乐 耶稣里面的平安 你就时时都能够享受神 在神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是永远的 从今直到永远的福乐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都说 求你使我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好见我一生一世欢呼起乐 一生一世都开开心心 欢欢喜喜享受神 因为神的爱和我们一起 神的爱是真实的 就算我们看这些食物 神做的食物 都是最爱最好 这个都是神的爱的表达 当我们愿意信靠神 依靠神 遵从神 亲日神的时候 我们家庭会蒙福 我们在家庭里面 惯爱周围的人 关心每一个 就算有时候 家人有些容易发鼻气 有些很长气 有些暗闻沉沉 有些很固执都未定 不过我始终对他好的 不会针对他 善待他的时候 家庭关系都会改善 家庭关系更加蒙福 即是说有时有些家庭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尽量将更多爱放在这里 这个家庭可以蒙福 也带他们去信耶稣 是更加蒙福的 全家人都信靠耶稣 听从神的说话 是更加蒙福的 还有事蒙福 事蒙福不是一定代表 你会做什么大公司的CEO 做他的最高行政人员 不一定是最高的职位 但你会在工作上享受 你能够祝福人 令你的工作对社会有贡献 也跟同事的关系好 这些都是一个蒙福的事业 在事业上 神都可以给你聪明智慧 让你做得更加好 提升我们的工作 另一样就是蒙福的侍奉 让我们有机会去祝福人 去传福音 去建立人的灵命 这个都是整个生命 无论做什么 都是蒙福的生命 有一天就是盼望的福 等候所盼望的福 提到我书2章13节 就是等候最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然 这个真的是最开心 所以我们想到有一天 我们会看到耶稣从天降临 并且他称呼我们 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神就很欢喜了 神很欢喜 我们又欢喜 那种欢喜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你现在想想一下 你真是一路都信耶稣 爱耶稣 亲近耶稣 遵从耶稣 然后你看到耶稣从天降临 你想想那种开心 以后在世上的劳苦都过去了 所有的劳苦不再有了 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开开心心 充满神的爱 在天堂永远享受神的福乐 这是真实的 天堂是真实的 其实有很多人去过天堂 很真实的经历 我讲一个很贴身的经历 就是我第一个太太离世的时候 离世两个星期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和我的太太也是好朋友 她在灵界的接触是比较敏銳的 我太太向她显然 向她显然的时候 她看到什么呢 她看到我太太和我在赞美神 看到我太太很高 穿着白袍 很开心 一看到她的时候 她就说 用英文说 I'm free I'm free 我问她多少次 她说了整个十次 为什么这句说话很特别呢 因为我太太 其实她年轻已经很多病了 她经常跟我说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脱离这些病痛 不用再在这个病痛里面 所以她就说 有一天 当我离世的时候 你便告诉我 现在你自由了 现在你不用病了 当时她就跟我这个朋友说 I'm free I'm free 我自由了 然后这个朋友 她叫 Andrew 她就看到她手握着一个篮 她有点好奇 然后我太太叫Rita Rita就看着她 有会心的微笑 你好奇是什么 我打开给你看看 她就打开这个篮 当她打开这个篮的时候 就有一道很强的光涌到她 那这个 Andrew 是一个巨人 六尺六寸高 很巨大 她是不哭的人 她即时 当这个光来到她那里的时候 她即时感动到很大的爱 其实我讲漏了一个部分 当她那天早上醒的时候 她是这样的 她是早上醒 一醒的时候 为何有那么强的神的爱 她真的奇怪 又不是在骑头 为何忽然有那么强的爱 她就打开眼睛 看一看个钟 大约那时七点多 接着一闹一闹 她就看到Rita 我太太和我 接着看到我们在那里敬拜 然后听到Rita就说 I'm free I'm free 我自由了 然后Rita就打开个蓝 就有很强的光涌在那里 那她就即时感受很大的感动 她哭了很久 她后来看回钟的时候 她说 原来我哭了这么久的时间 好像是哭了四十分钟的时间 她都没有想象到自己会哭了这么久 这个就是神很真实的 让我看得到 她真的去了天堂 我们信靠耶稣 亲近耶稣 听耶稣说的人 侍奉耶稣的人 神真的会永远祝福 我们等候这个福气 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那么信靠 亲近遵从 和侍奉神的人 一定有这些福气 有什么福气 可以随时享受神 时时享受神的同在 时时有开心 有喜乐 以及必从身得力 从神有力量 并且美好的人际 和人的关系 神的功应 和美好的前路 其实一切 你想象到的 神都会祝福 所以希望大家 不光是信耶稣 在新的一年 我们如何得福 就是我们继续信靠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 并且信靠祂 凡事祝福 还有亲近祂 祂一定 欢喜 亲近我们 祂一定祝福我们 遵从祂的吩咐 遵从圣经的吩咐 爱神 爱人 传人福音 拯救人的灵魂 教会建立人的灵魂 和侍奉神 神一定会欢喜 那你就会凡事得福 这个时候 我会唱用诗篇二十三篇 的三节 来唱这首诗歌 帮助大家 在神的平安里面 享受神 享受神的福气 你可以 我们可以 更多唱诗歌 去享受神的同在 耶和华 是我的母者 我便不知缺分 祂是我同我在 清早的心 令我再可 安极水便 我虽然可 过世音 有过 也不怕 做爱 在神的福气 我自然可 我自然可 不知 我自然可 也不知 我自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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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然可 瓦瓦的殿众 直到我永远 以神的祝福和你一切 时事陪着你 当你亲近神 遵从神 你一定不会后悔 你一定一生 神会各方面帮助你 虽然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但在困难中 神会加力量给你 为你开路 你可能会遇到困难的人物 但神会在困难的人际关系中 让你有平安、轻省 我们都要学习 不要食人的垃圾 不要把人说话放在心上 我们就不介意 我们就善待他们 反而可以得性有缘 什么困难之中 神能够叫我们在敌人面前 为我们摆设言直 用油膏了我们的头 叫我们的福杯满日 圆主祝福我们 满有神的恩典 每日都有神的恩典 越亲近神 越尊重神 越服侍神 越有神的福气 从今直到永远 主耶稣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时时享受神的爱 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祝福 感谢主 哈利多日 荣耀归归主 祈祷奉耶稣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